记者施小光台北报道,农委会副主委陈吉仲上周在民进党中常会上,比较现任北农总经理吴殷宁与代表国民党,参选高雄市长的前任总经理韩国瑜业绩,只无必韩做得更好。 国民党上午召开陈吉仲制造假新闻,民进党又在骗记者会,质疑陈吉仲应该被抓去关三天。 而且韩国瑜明天被北简约谈,就是民进党的司法迫害,只因为韩的民调已经接近民进党高雄市长参选人陈奇迈。 国民党发言人王洪威表示,简调上一次传讯韩国瑜是在北农总经理任内,当时因为韩国瑜挡了别人的路,民进党就说韩市流氓、黑道、菜虫。 当韩国瑜下台后,简调也就松手,但经过一年半的时间后,韩国瑜前错外错的就是要参选高雄市长,而且声势高升,加上现任总经理吴英宁出事。 所以简方才又要查韩国瑜,韩国瑜本人则说,很多人都觉得简方约谈动作很奇怪,怎么会停了一年半后又再约谈? 尤其他现在参选打仗的成绩越来越好,司法却来调查他,而明天他是以被告及证人两种身份前往英讯。 他强调,不敢说自己任内做得很好,但做得非常用心,发放奖金都是经董事会决议,扣除营业目标后才发,如果他不发奖金,全部都会灌在北农的收入,业绩就是创历年记录。 他还说,民进党不是说劳工是心中最软一块,他照顾北农劳工,没有做错,并担心北农的风风雨雨会影响600位员工,由于北农股权结构太过复杂,治本之道就是调整股权,转为台北市政府股权大于50%,各种风波才能真正划下休止符。 此外,针对陈吉仲指吴音营绩效赢过韩国瑜,文传会主委里明显表示,根本胡说八道,比较北农过去六年来的香蕉,凤梨拍卖价格,今年创下六年新低,吴的绩效有比较好。 根本就是压榨果农,王洪威则说,陈吉仲实在作假新闻,数字会说话,根据北农近五年来获利统计,虽然吴音宁任内北农获利5500多万元,但吴是去年六月才上任,不该包揽所有功劳,陈吉仲却擦脂抹粉 说吴绩效比韩国瑜好,事实上向民国一百零五年韩国瑜任内北农获利5200多万,这个数字并没有包括发放员工的八千万奖金,陈吉仲分明睁眼说瞎话。